人言有本無所句 素音有根不動搖 大家好 我是任俊 歡迎收看今天6月12號的 《古海紅洋》 那今天是禮拜五 也是週末 先祝大家週末愉快 那家權股價指數的部分 雖然看起來不是很開心 因為今天跌了100點對不對 但是其實我一直跟大家講說 台北股票市場整體的多方趨勢 它沒有改變 5月盤整 6月上漲 7月它會狂飆 所以就葛南幣八大法則來說 但我的指數如果漲多了 它一定會做修正的動作 所以我在6月11號的時候 我跟我投資朋友們講說什麼 我說美國科技指數續漲 道瓊指數連續的回檔 台股的BIOS它來到過熱區間的時候 會有回檔修正整理的空間 所以長線趨勢向上修正 是為了下一波主身段的行情 來做準備 操作上太弱流強回測支撐布局 就可以了 你只要回測支撐的時候 你敢去買就可以了 因為它這個行情 它很像 我們把時間拉回到比較早一點 它很像4月17號那個時候有沒有 當時也是一樣 台北股票市場在4月17號的時候 創下一個波段新高對不對 當它創下波段新高的時候 我跟大家講說什麼 BIOS它已經來到一個過熱的階段 過熱它會來做一個修正的動作 它會來做修正 可是回檔到哪裡 回檔到月均線的位置點上面 是你最好佈局的時機 是你最好的買點 那重點是 在那個時間點上面 你要抓對股票 你要抓對主流對不對 所以在當時 我就跟大家講說 防疫的族群 它是一個很好的佈局時機 為什麼呢 因為我看到了6504的南6 在指數下跌的過程當中 它創下新高 6457的鴻康也是一樣嘛 指數下跌的時候 它創下新高 所以我說 未來的主流在哪裡 未來的主流就在 所謂的防疫2.0的族群啊 所以我當時告訴大家說 我們要去買誰 買8403的聖宏 所以我們當時買聖宏的時候 30多塊錢 30出頭 後來一路的飆到哪裡 飆到了55塊錢嘛 飆到了55塊 所以呢 你只要站在對的 趨勢上面 對的風頭上面 租它都會飛對不對 可是 你不能等到喔 風停了 風停了之後呢 租會怎樣 它會掉下來嘛 所以呢 你要知道說 當指數在跌的時候 你不能害怕 你不用怕 你要找到未來的主流方向就好了 你只要找到主流 你未來就可以找到 賺錢的一個機會了嘛 所以呢 如果今天喔 我們把時間再拉回到 4月17號的時候 你會不會想要去做 所謂的防疫2.0的族群 這樣一個波段上來喔 這樣50%呢 幾乎那時候每天都在漲停板啊 可是你等到說 整個趨勢都已經改變的時候 你才去做追價的動作 後續確實它還有高點喔 可是呢 相對來講 整體的漲幅就開始減弱下來了 就開始減弱下來了 所以呢 每一段行情在漲跌的過程啊 其實它都有新的主流 會來做一個起漲的動作 所以指數強漲過後 拉回測試支撐 我說 這個叫做出生段的行情 出生段的行情 未來呢 7月它會進入一個 主生段的行情 所以如果它不跌 我真的會怕 但是它跌下來的 就葛蘭幣八大法則而言有沒有 當我的均線 從下彎轉為上揚 當我剛開始轉為上揚的時候 會有一個出生段的回測坡 那我回測坡完的時候 未來要進入的 叫做一個主生段的行情 它會進入一個主生段的行情 所以呢 乖離過大 它會來做一個收斂的動作 收斂完之後 這裡就是最好佈局的一個時機了嘛 所以BIOS創新高 你不要去做追價的動作 這個我講過很多次了對不對 我這邊跟大家談過 非常非常多次了 那同樣的喔 你說未來要買什麼 未來要買什麼很重要啊 你要買的股票喔 不是你想要買的股票 比如像說現在很多市場上的專家 會告訴你說要去買什麼被動元件 但我覺得那個都已經過時了 那個高檔的位階點上面 其實套牢的籌碼太多了 我現在要找的股票 是 所謂的外資 它會去想要佈局的方向 因為我之前跟大家談過 外資今年以來 它賣超台股賣超了6353億對不對 它賣超了6000多億的資金 那如果說 這些錢 它要回來的話 那它要買的股票 那個才會飆嘛 股票是怎麼會去 有人買它就漲了 有資金在做進場佈局的 我跟你講大牛它都會飛 不要說是豬啦 連牛它都會飛的對不對 所以你只要看外資的動向 它有沒有出現一個改變 6月1號開始到目前為止 就算昨天指數 價錢指數大跌了100 182點 外資買超2億 它還是買的 到今天指數再跌100點 它買了29億 它還是持續的在做買方 去做佈局的動作嘛 所以呢 外資它在買 那誰在賣 當然就是一些散戶的投資朋友啊 因為怕高的投資朋友 他在這個地方 可能做了一些停損的動作 或者是說 覺得說還沒有行情了 然後把股票賣掉了 但是就技術分析的角度而言 其實這個地方啊 才是最好佈局的司機 所以我要你買好買滿 而且你要勇敢的去迎接 7月份的大行情啊 那我們從整個資金的流向面 我可以告訴你哦 未來不管是經濟方面 不管是整個行情方面 其實都會慢慢的去迎接到 歐美解封的一個機會哦 所以呢你可以看到說 包括南韓的部分哦 現在整個經濟成長率 已經開始增加了哦 出口哦 年增超過兩成 那6月份年增超過兩成 這是一個很誇張的數字 它是一個很好的一個數字哦 因為武漢肺炎疫情 是12月才開始的 它是12月才開始的 可是呢 去年6月的時候 是整個景氣非常好的一個情況下 那現在呢 南韓它在6月份的景氣 就已經開始復甦了 那更不用講 疫情比較輕微的台灣了 所以你千萬不要看衰 未來股票市場的表現 因為很多很多的標的 其實都還在低檔的位置點上面 只要你的買點是對的 只要你的操作上面 節奏上面是對的 那我相信未來台北股票市場的錢 你賺不完 黑暗中才能看見最璀璨的流星 指數拉回的時候 你才能夠找到未來的明日之星哦 所以呢 今天台北股票市場盤中在跌的時候 其實我沒有任何一點慌張 我也不會覺得說 這個跌會怎麼樣 重點是在黑暗中 我到底找到了什麼 我有什麼樣的股票 我可以去做佈局的動作 這是我最focus的一件事情 因為我們在高檔有出 所以我們接下來拉回的時候 我才有資金可以去做佈局對不對 所以呢大盤在跌 今天什麼股票漲上來的 先看看這一檔股票就好了 1536的核大 今天再創了一個波段的新高 它再創下一個波段的新高 指數今天是下跌的 1536的核大 今天是創新高的 1536它是什麼核大 它是哪一家公司的代表 它就是這一間公司嘛 特斯拉 特斯拉現在呢 在美國準備怎樣 它準備要推出一款新的電動卡車 那這一款電動卡車 未來將要進入一個量產的一個時程 那如果進入量產的話 就代表說特斯拉 它的電池的技術 又往上跳升一步了 因為你要知道喔 客車就是一般的轎車啊 跟卡車 他們的載重的幅度 是差異相當大的 再加上說卡車它是屬於商用的 如果一台商用的卡車 它不可能用長時間的充電 然後去等待你那個充電的時間 因為我的卡車放在那邊 它在充電 就等於它沒有辦法幫我賺錢 那特斯拉今天要量產這一台電動卡車 就代表說它的電池 又往上去做一步的提升了 已經可以到降低它整個重量 跟加快它整個充電的一個速度了 所以呢 未來整個電動 整個卡車 如果全部都要換成電動了 商機就來了 機會就來了啦 機會就在這邊啦 所以整個武漢肺炎疫情的影響 造成整個中國啊 特斯拉在整個銷售量上面 出現一個暴跌的狀況 但是喔 在五月份的時候 它出現了一個大事情 它在中國銷售量 突然之間暴增了兩倍 它突然整個特斯拉的Model 3 在中國銷售量暴增了兩倍出來 所以我問你 為什麼核大會上來 為什麼核大可以漲 因為現在特斯拉的 整個銷售的情況 已經開始在改善了 已經開始在改善了 所以呢 當整個核大漲上來的時候 這一檔標的你就不能忘記它 這叫做3665的茂連啊 從它的資金的流下面來看喔 突破量出來量佔比從300來到100 量增 價漲的量增 價點的量說 月限還是上揚的走勢 所以強勢股拉回 今天是很好布局的時機啊 今天是很好布局的時機 所以呢 當大家都在害怕的時候 其實我一直在找尋未來的機會 強勢股拉回 它是一個很好布局的機會點 所以我們要買好 我們要買滿 因為未來7月的行情它會更大 時間的關係我們先進一下廣告 廣告回來繼續再講 55專案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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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年僅一次盡情把握 除了專線 02-2781-0909 2781-0909 2781-0909 只要播通 就讓您發很久 發很久 2781-0909 5月5慶端午 6月飄中箱 運打投顧 邀您同性端午佳節 55專案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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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年僅一次盡情把握 除了專線 02-2781-0909 2781-0909 大家好 歡迎回到我們 古海紅洋的現場 我是任俊 那我剛剛跟大家談過 就是從資金的流向面來看 就是有一些個股 其實一直有人在做布局的動作 所以當指數在下跌的過程當中 你要把你的資金買好 而且你要買滿 而且你不能被這個行情 給嚇到 你如果真的怕到 那很抱歉 7月份大漲的那一段 可能就沒有你的份了 這個指數的漲跌的過程 其實我一直都跟大家強調 你只要看拜時指標就好了 什麼地方過熱 什麼地方是一個買點 其實你只要用一條均線 就搞定了 就搞定了 那重點是 你要怎麼樣去選股 你要怎麼樣去高出低進 這個就是考驗一個操盤手的能力 所以我一直要強調說 我們要養標股 我們要賺行情 買期漲不要去做追漲的動作 強勢股買在短線上落勢的時候 你的買點對了 向下空間有限 未來向上的獲利 它就會無窮大 所以很多市場的專家 會叫你去做追股票的動作 但是其實我都一直不做這樣的事情 因為我認為 只要你能夠看得清楚方向 只要你能夠找到未來的機會 你能夠買在那個相對低檔的位置 所以在5月份的時候 我說5月盤整盤 6月會開始啟動上漲的一個格局 5月盤整你要先做好佈局的動作 因為6月你才有股票可以賣 所以當時我跟大家講說 蘋果這個東西很重要 未來的lighting的接頭要改成Type-C 它會改成Type-C的時候 會有一個很大一波的轉換潮的出現 所以為什麼說5269的享受有沒有 它今天還是一樣 創新高來到1370元 不是137 後面還多了一個0 1370元為什麼享受完全抵抗大盤的下跌 因為未來蘋果的接頭要做轉換 包括4966的普瑞 差一點點就來到1000塊錢了 差一點點就來到1000塊錢了 所以這些高價的族群 這些跟蘋果相關的連接器的廠商 股價都上來了對不對 那它能夠強於大盤 就代表說它向上的趨勢 它是沒有改變的 那它沒有改變的情況下 台北股票市場是不是有股票可以買 當然有一些低價還沒有漲的 在那個滴滴的位置點上面 你要下去做布局的動作 所以在5月25號的時候 我跟大家講說自己股票會買錢 它叫做創委對不對 一樣是Type-C的IC 一樣是IC設計的公司 整理量出來突破量出來 量佔比從250來到50 月限還是上揚 強勢股拉回站在買方 去做布局的動作 所以我帶領我的投資朋友 在哪裡買 在5月25號的時候先買第一次 當時的價位在哪裡 43塊半嘛 第二次再買的時候在哪裡 45塊錢嘛對不對 所以一直到6月1號來到亮燈漲停 有沒有 這樣一個5天的幅度來到15% 來到15%創下一個波段的新高 可是會買你也會賣 你不能說一檔股票死爆活爆 上上下下上衝下起 搞到後來也是沒賺錢 這樣做不行 所以我在52塊錢的時候 隔天在6月4號再創新高 我到52塊錢的時候 我們做了一趟獲利了結 50.2元市價出金 50.5元全部的投資朋友 都成交了嘛 我把它賣掉啦 我把它賣掉之後 我在等什麼 我在等一個機會出來 我在等它拉回的機會出來 因為就葛蘭幣八大法治來說 一條上揚的軍線 它是支撐它不是壓力 短線上乖離過大 它會來做收斂的動作 所以今天6104的創委 均線什麼都沒有改變 什麼都沒有變 均線還是維持上揚的狀態 可是股價已經從原本的52塊錢 今天最低點拿到哪裡 最低點來到46塊錢了 最低點又來到46塊錢了 所以你如果買在低檔的 你到現在為止還有賺 你如果高檔有出的 今天拉回你要幹嘛 站在買方嘛 站在買方來去做布局的動作嘛 所以強勢股買拉回 仰標股賺行情 買起漲不要去做追漲 為什麼我們敢買 因為我知道啊 像類似這樣子的股票 什麼都沒有改變啊 那它未來的趨勢還是向上的情況下 強勢股拉回 就是最好布局的時機嘛 葛蘭比巴納法則告訴我的 一條上揚的軍線 它是支撐它不是壓力 BIOS來到新高 先做一趟獲利了結 短線上拉回的時候 再次有進場布局的動作 這樣做你就會賺錢了 這樣做你是不是會賺錢 包括當時我們告訴你說 這檔股票也是一樣啊 MACD由負值轉回正值 強勢股拉回 你要站在買方來去做布局的動作 對不對 所以呢 當我的這一檔標的 從第一檔開始去做布局 來到高檔的時候 我們做了一趟獲利了結 當時8410的升田 這樣子買的嘛 底部開始做布局的動作 上來做一趟獲利了結 一二三 三天的時間賺了30% 我們先賣掉獲利落袋為安 可是我跟你講說 量大高點它不是最高點 未來它會過高 可是過高之前 它會先來做一趟回席的動作 今天來到月均線的支撐 回測完了之後 馬上就來到亮燈漲停盤 不是嗎 這個叫做操作的一個技巧嘛 高檔的股票不要做追降 強勢股買短線上弱勢的時候 如果你在高檔有出 我問你你低檔能不能再把它接回來 一檔股票如果它的趨勢是向上的 它會來回的一直不斷的來回去 震盪洗盤的動作 一個操盤的時候 你就要能夠了解 它什麼時候要做洗盤 它什麼時候可以 又是一個可以佈局的時機 所以養標股賺行情 我們一起來幹什麼 我們一起來做會賺錢的事情好不好 我們一起來賺這個大行情 你看7月份主身段的行情 真的你不能夠錯過 你一旦錯過的時候 有一些股價 我真的沒有辦法幫你把它拉回來 我真的沒有辦法幫你把它拉回來 比如像說在當時武漢肺炎最嚴重的時候 我跟大家談一件事情 很多的公司它真的獲利受到了很強大的打擊 包括國際品牌的部分 他們其實整體的趨勢 整體的這個營收獲利 真的都是被到 受到相當大的嚴重的打擊 包括Nike的部分 包括愛迪達 包括Under Amor 這一些個股其實 受傷的都蠻慘重的 但是我跟你講說 最差的情況一定要過去 歐美的解封一旦來臨的時候 那最差的情況 未來就會變成最好的事情 比如像之前當SARS來的時候 當2008年金融海嘯來的時候 你都告訴自己說 如果再來一次我要進去買股票 但是同樣的 武漢肺炎今天再來一次了 像這種很好的公司 很GEO的公司 這個地方是一個很好佈局的時機 當你的買點是對的 當你的機會點是對的 299塊的盧虹 即使今天遇到大跌 它頂多是怎樣 回測而已嘛 目前為止它都回遲在 330塊錢附近做整理啊 所以呢最好的買點 一旦來臨的時候 今天機會再度來臨的時候 你有沒有勇氣 跟著下去做佈局的動作 所以呢 我相信很多市場上的投資朋友 你們都很會選股票 你們也很會操作就是 找一些很強勢的一些股票 然後來做佈局 可是有時候可能差在那個買 買賣點上面 買賣點上面如果沒有掌握好 很容易怎樣 受到行情的一下子的震盪整理 然後就被清洗出場了 就被洗出場了 可是呢就我的操作的一個經驗 當然很多時候追加的風險 它是很高的 它是很高的 但是有一些個股啊 真的它如果說具備長線的空間的話 那它的買點在哪邊 是回撤支撐的時候 還是漲在天上的時候 跑去做追價呢 那有一些族群 比如像這一檔標的 其實我看它看很久了 我看著它看很久了 因為就量占比的角度而言 它是原本的默默無名 開始變成說市場上面知名的一些個股 那在大漲的時候 其實很多市場上的專家 都會跟你做推薦 他都會告訴你說這支高票會買錢 這支高票會買錢 但是呢 他如果叫你追在這個高高的位置點上面 他跌下來的時候 他絕對不會告訴你 他一定嘴巴閉起來 什麼都不講 但是就我的角度而言 這檔股票它並沒有錯 這檔選的標的它並沒有錯 但是錯在哪裡 錯在你的買賣的位置點上面 是不是對的 強勢股 這是一檔強勢的股票 量占比從300來到100 它的BIOS指標最高點來到32%的時候 你來到這個地方 你去做追價的動作 當然風險性是大的 可是呢 就長期的趨勢角度而言 並沒有改變 強勢股拉回 其實都可以站在買方 來去做布局的動作 如果你買在高點 你是等解套 可是拉回去做布局的動作呢 就算我今天錯了 就算我今天真的 我看錯了 我看錯了這一檔股票 我真的 眼睛顧著塞還是顧著拉也沒關係 但是重點是 如果它真的跌破月線 它真的跌破 我原本設定的支撐價位的時候 對我來講損失不會太大 損失不會太大 可是一旦我看對了 一旦我看對了 當我的BIOS指標 再度回到之前高檔的時候 再度回到這個32%的位置的時候 我問你它會不會過高 如果它一旦過高上去的時候 我在低檔布局的 是不是everybody都可以賺錢 都可以賺錢 所以我們要操作股票 要懂得節奏 tempo一定要掌握好 買期漲不要去做追漲 那7月份的行情真的很大 7月份的行情真的很大 尤其是現在上衝下襲的盤 你更需要一個專業的老師 來給你帶領 我希望說在7月份 這個最好的一個時機裡面 每一個投資朋友們 都可以跟上腳步來 那公司這一次也很幫忙 在6月份的時候 這一次端午節 推出一個五五專案 那我們一起來共慶端午節 端午節的一個歡樂的氣氛 所以這是公司浪力的一個機會 這不是我們老師 所做的一個浪力的行為 是公司所做的 那我不知道時間會多久 可能隨時會做結束的動作 所以各位投資朋友 你認同我的操作 你想要跟上我們的腳步了 歡迎把握這一次的機會 五五專案 我們一起來同慶端午節 感謝今天的收看 預祝大家操作順利 撥通電話 我們財運亨通 我們下週再會 拜拜 本投資公司 與所推薦分析之客也有大證券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 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隨身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